如何啊,我是小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 远作者自杀 并且画风轨道让人看完后完全说不出话 故事的开始 猫弟弟把玩具车放入了玉池里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自己的头都掉进了玉池里 在玉池里他看到了远子里的蚂蚁在扮运大昆虫 然后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姐姐 不掉鬼神突然出现 要把姐姐的灵魂带走 于是焦急了猫弟弟从玉池里挣扎出来 他先找猫妈妈帮忙 猫妈妈没有反应 猫爸爸也没有反应 等猫弟弟走到走廊时 死神已经带着姐姐的灵魂正在远去 于是猫弟弟恶话不说就醉了上去 在路上 他看见了三个猫妇女在聊天 猫弟弟把其中一个妇女的瓶塞给拔了 这个妇女就像漏气的气球一样扁了下去 而另外两个妇女还在怒无其事的聊着天 猫弟弟继续醉 终于醉到了死神 他示威了要带姐姐的灵魂回去 姐姐也在挣扎想要逃脱 于是死神开始消除姐姐的记忆 猫弟弟跟死神抢灵魂 最后姐姐被死成了两半 猫弟弟抱起了那一半的灵魂就往回跑 在后面的死神告诉他 可以找一朵死板花 能令姐姐恢复 但这场惊险的追逐 其实猫弟弟一直就冒在浴池里 等他被猫爸爸捞上来的时候 他才醒来 在手里能拦抱着姐姐的半个灵魂 此时医生来诊断 姐姐快死了 于是猫弟弟赶紧把灵魂还给姐姐 姐姐立马苏醒 但在姐姐的脑海里是一片漆黑 变得迟迟呆呆的 原来这一半灵魂只保留了姐姐的本能意识 有一天 猫猫妈让猫弟弟去买油炸豆腐 于是 他就带上了姐姐出门 他们一路走了很长一段路 在路上碰到随地大小便的人类女人 然后在池塘边休息 然后碰到马戏团的表演就坐了下来 没想到马戏团的表演者 竟然是喜欢随意操控时间的上帝 首先一个女人躺在案板上 然后上帝用大铁锯子把女人割成了十几段 最后把这些碎片拖起 在起地一旋转 她口里念了咒语 然后女人又完好的躺在案板上 竟然先前喷洒在猫弟弟头上的雪 也消失不见 全场一片欢呼 上帝也侍从说 上帝可以变出任何东西 上帝应观众要求 前后变出了沙发 鱼 然后又变出了猫弟弟说的黄金大象 马戏团最后的重头戏 是出现一只巨大无比的鸟 它的身体透明 里面还飘着白色的云 接着人们开始勒紧 绑住鸟的腿的绳子 它们越使劲 大鸟就会痛苦的尖叫 然后吐出美丽的七彩幻象 这让观众纷纷喝彩 但是 当鸟的腿要被勒断时 白云突然变成了黑云 腿被勒断时 鸟彻底黑化 黑云伴随了雷电 然后大鸟爆炸了 身体里的水涌出 淹没了整个地球 毛弟弟和姐姐 还有一只小猪坐上了一艘船 穿着汪洋大海中漫游 在船的不远处 毛弟弟看到了一位漂浮着的孕妇 孕妇流入瀑布被大鸟叼走 然后被大鸟的孩子们吃光 孩子们吃完又突出种子 躲在土里 长出树来 树又结出了婴儿的果实 这些都是毛弟弟的想象 可在这个世界里 上帝最大 其次是人类 第三是猫 最低等的是猪 所以在船上 小猪总是讨好毛弟弟 这次小猪抓了很多鱼 想要讨好 但是毛弟弟直接把小猪的衣服把光 然后划开他的身体 取出了一块猪肉 拿出来油砸 砸好了肉 毛弟弟分给了姐姐 但是也给了小猪一块 而万里的鱼则是想到 自己本人类切片 只剩下鱼骨头 逃进了被污染的海里 一度游着 搁置到了沙滩 又被小时候的猫弟弟 摘了眼球吃 之后上帝 把金泡在水里的地球 拿了起来 地球里的水 瞬间都不见了 然后在无边的沙漠里 猫弟弟和姐姐 坐在小猪的背上 猫弟弟用木棍 瞧小猪 让他走快一点 一边敲 一边割下 小猪脑在头上 红重的肉来吃 很快小猪体力 就不值得 趴在地上 移动不动 这时 猪脸痴呆的姐姐 也拿起木棍 一起敲着小猪 小猪冷乌柯愣地 咬断了猫弟弟的一只手 血一只涌出 这是他凝死前的 最后一个反扑 于是 猫弟弟赶紧带着姐姐前进 他要找人缝自己的手 很快他就找到了 一个破防自己的老奶奶 缝好了手 但是猫弟弟全程捂着鼻子 特别嫌弃这个地方 和老奶奶 在恢复身体后 一个高达的男人 接待了他们 这个男人有虐待倾向 他细虐地把胡料烧死 然后给猫弟弟吃 又准备了很多猫弟弟 从未见过的美食 猫弟弟吃饱和足以后 男人把姐弟一样 带进了一个锅里 男人变成锅里 放食材变成味道 原来 他是想把猫弟弟 做成猫汤 接着男人换成其妆衣服 拿着把巨大剪刀 要把姐弟一样剪碎 但是身体笨拙的 他自己掉进了锅里 于是 猫弟弟趁机 带姐姐爬了出来 男人要爬出来时 猫弟弟扯掉了他的脑袋 结果发现 男人其实是机器人 不过猫弟弟 还是残忍地 将男人的身体毁掉 然后把锅盖狠狠盖上 就带了姐姐离开了 他们继续在 沿着无比的沙漠上行走 又为台客了 猫弟弟看到 眼前就像一根水管 于是 他开始挖掘 从沙子里 挖出了一只 用水做的大象 大象为姐弟眼喝水 然后躺在大象身体上游 大象托着他们继续走 但是太阳太毒辣了 大象的身体快蒸发完了 虽然途中又找到了水源 洗干了水 但是没过多久 大象彻底蒸发了 于是猫弟弟开始到处挖坑 他想再次挖出一个水大象来 但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等他们打算再次前进尸 就看到了望洋大海 这时 胜利把一颗星球隔成了两半 被隔开在星球里面 是血红的 像是装满了血液 而由于不小心 另一半被切掉的星球 正好掉在了时间机器上 于是在地球里的猫弟弟和姐姐 瞬间进入了一片黑暗 然后掉进了一个 精致的又红色大海 凌成块的地方 所有的东西都被精致了 猫弟游走在这个地方 看到了很多奇怪的形状 还有一个即将被列车撞到 而禁止哭泣的女人 猫弟把女人的眼泪栽下 然后一脚踩碎 结果 为了拿到另一半星球的上帝 再次转动时间机器 时间转轴不再顺时针前进 而是往回倒退 所有生物都开始瞬间甩牢 那位哭泣的女人 也不会被车撞到 接着上帝又把时间转轴往后撞 猫弟弟变成了婴儿 人类回到原始时期 所有的历史都在倒退 可最后时间转轴 又回到了原位 上帝从半个星球里用勺子 取出了血浆一样的东西 正在品尝 猫弟弟和姐姐在此坐上了船 悬浮在黑色的天地里 船飘进了一个地方 这里都是各种的废铁 还有很多会冻得像人一样的铁人 万物都变成了铁座的 但是在这里 猫弟弟找到了400花 姐姐闻了以后恢复了神智 他温柔地缝摸了弟弟的脑袋 男儿等上帝吃完了星球以后 桌子上的餐盘 却摆放着另一颗星球 此时的世界已经恢复原样 猫弟弟和姐姐去买油杂豆腐 猫弟弟高兴地 牵着正常的姐姐回家 晚上一家人开心地吃饭 男儿当猫弟弟方便完以后 爸爸妈妈姐姐都消失了 灯也灭了 世界又再一次进入一片 黑暗和虚无 片名猫汤 解析开始 是不是觉得荒诞泥奇 这天马行空的故事 主要讲的是什么玩意 其实最主要讲的话题 是围绕在暴力和成长 先从这场不符合 现实常例的冒险解读 孩子们在成长的开端 总是伴随着美好的期盼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总是伴随着暴力 马戏团的描写 就是暴力的聚集地 那时候的猫弟弟 是从美好奇的 而他也只是一个从重者 上帝地用那只大鸟 泵发出了洪水 想要洗涤能闷的暴力 但是这并没有完成 反而似乎让世界 变得更加的黑暗 也让猫弟弟彻底觉醒成为施暴者 其实目前他的暴力来源 是为了集结生存下去 才对猪猪下手 从他把杂傲的猪肉粉给猪猪 给看出 那时候他还残有闪念 而对机器人的下手 是他彻底明白世界的险额 明白了只有暴力 才能让自己生存 但其实这个法则 在回忆中 隐约看到暴力 就在人内心的身处潜伏 猫弟弟在小时候吃掉那只 被人类切片的鱼骨眼睛后 他就已经是暴力的一员 而除了猫弟弟觉醒内心的暴力以外 年初初次临死的时候 也残忍咬断了猫弟弟的手 只不过这份暴力是无奈的抵抗 而为什么说暴力源于内心深处 只有一半灵魂的姐姐 都懂得依靠本能意识而挥舞木棍 这就是抑郁 也是成长的描述刻画 而笼统的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看待暴力 只需要转换试点 才能清楚 基督的善良似乎有时候 就是即将黑化暴力的前兆 因为正常人 只会作用到自己相似度较高的程度上 你会心疼一只小狗的生死 但是却不会心疼一只蚂蚁和蟑螂的生死 上帝进食的刻画 似乎也是这样讲述 因为在地球的我们被他砍来 也许连蚂蚁都不如 但是我们却还是需要和命运对抗到底 这也是生命的本质 但如果只是单纯这么理解 似乎这部作品也无法被封为神作 如果假设猫弟从一开始 就一直被泡在水里 之后的所有魔玩桥段 都是他的遐想 你认为能说通吗 首先他的姐姐真的未病在床 他学够出了自己能够拯救姐姐的桥段 同样也是他自己本身的求生意识 被压制的反应 这点从剧情交代 他被爸爸救出以后可以看出 他极度需要满足自己求生的欲望 那只奇怪大鸟被人群内紧腿部 可以对应他的水下无法呼吸的痛苦 他所要求变出的黄金大象 在剧情中也有在街上的海报出现过 而所迸发出的洪水 更加说明他自己正被遇迟的水弄得窒息 而他所乘住的小船 又一次描述了 这是他极度需要求生的下想 奇怪的大鸟出现在故事开头 场景千万石姐姐旁边的画册封面上 黄金大象出现在故事结尾 他带了姐姐去买油杂豆腐 回家路边的海报上 梦境的场景 不是更多的会来源于 自己身边所看到的事物吗 所以猫地从一开始的死亡说法 对照最后结尾 所有人都消失 世界回归黑暗的出现 好像又能说通 当然 这是属于个人猜测 作者31岁时就卧鬼自杀 所以没有准确答案 去解答这部动画 但是这部作品 还有更多剖析的黑暗解释 相信看过这部作品的小伙伴不少 肯定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部作品的优秀程度 就是在充满各种讽刺的桥段中 还能让观众解读出 各种能够说得通的版本解释 强烈推荐大家观看原片 我是少年 一位带你看面 人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续下 尽可能地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